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背后的意思是 在单位面积的这样一个 里边降下的雨 最后积下来的是水的厚度的意思 换句话说 其实通俗的理解就是 很均匀地在整个面上 下出来的雨有多深的水 实际上因为这个 你从严格的定义上来说 科学定义上来说 这个降雨肯定是整个面上 有这么厚的水 但是实际生活当中 你一下雨水会往地处汇 汇集出来的积水 跟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 你可能觉得50毫米 不过是5厘米 这么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些水 汇集在少数地方的话 就会很深很深了 比如说 那我们国家800毫米 那个降水的这个等值线 年雨量的等值线 就是秦岭和淮河 也就是说在秦岭和淮河 以北的这些地区 年均降雨量都在800毫米以下 那你想想一年下的雨就是800毫米 那么你这一次过程下的雨 就超过了800毫米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极端性 你就可以更容易去理解去 这个词的出现的时候 那是一种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它基于一定的这样一个数据 和一定的这样一个模型 得出来的这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情况 这个假设的情况 它用多少年一遇 多少年一遇 作为一种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一种统计的方法 来反映它发生的这样一个概率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个概率是一种假设 它的假设的前提条件 就是我刚才说的 基于它的这个模型和数据来的 那模型不一样 数据不一样 你计算出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本来这个词 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一种统计学方法 它在这个科学性和实用性上 有很多的价值 但是当我们把它说千年一遇 说出来的时候 等于是忽略了它这个前提条件 而恰恰是前提条件 才使得这个词有意义 强流流天气 它最重要的就是 它容易造成一些 很多灾害性的天气 也就是说强风 暴雨 大冰雹 龙卷 雷梯 还有这个短时间的墙降位 它都可以造成 这是天气现象的角度 那么如果说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些天气现象 最直观的就是 就是一块我们把它叫积雨云的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积雨云是一个垂直方向发展的 非常旺盛非常强的这样一块云 它水平方向可能几公里 但是它的垂直方向可以一直到对楼层的顶部 就是说它 所以把它叫做这个 强烈的天气 因为它是 在这个积雨云里边 有强烈的上升运动和下沉运动 暖的上升 暖的下沉 所以它会带来很剧烈的天气 它是一个中小尺度前其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个头小 就是这个尺度不仅仅是空间尺度 它是一个时空尺度的概念 那么空间尺度小 就是它个头小 就意味着它局地性强 东边日出西边雨 局地性强 那么空间尺度比较小 就意味着它突发 短时 就是说前一刻还是大晴天 艳阳高照 转瞬之间 狂轰暴雨 对吧 夏季 也就是说 就是因为它的时空尺度很小 带来了它的这个突发性 局地性 短时性 这些特点